装修的时候 黄墙绿地是做什么用的 有什么用途 为什么要做这个黄墙绿地呢 黄墙绿地呢 怎么说呢 总觉得说就是墙布 地布 防止 就是说墙面起灰 地面起灰 因为墙面有些时候 我们讲布朗布 布朗布的话呢 就是说墙布做过以后 他的这个墙面跟城外 这是一个做 第二个呢 装修公司大部分都做 除非像我们这样子 这个客户这样子 说坚决是不要做 那客户为什么他会 不要做这个黄墙绿地呢 现在网上说 没有用 没有用 那我们讲 以前都没有 那后来呢 装修公司呢 它是一个标准公民 为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 避免墙面 避免起灰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漂亮 对吧 装修公司做装修的话呢 不仅仅只是 现役就是说 做到符合标准 它还要 符合什么 就是漂亮 对吧 做得活 要标准 现场还得干净漂亮 那么做过黄墙立币以后呢 就是说整个房子里面 会比较干净 我们像我们以前去拍了几库人家 我们大部分人家都做 都做了 那么这是我们标准的流程 这种流程里面必须要有这个黄墙立币 那就是具体的一定会有什么什么好处呢 其实也谈不上 在我们公司里面 感觉上面就是主要为了漂亮 好看 就整个进去以后 客户看着这个时候 就在装修过程当中 感觉这个清爽 我觉得在我们这里 主要是这个主要 不要这个